李明是我第一个相亲对象,也是唯一的一个。 他是上海本地人,中等个头,中等收入,中等出身,一切都是四平八稳,毫无特色。 放在人堆里,就像水滴融入大海,一转头就能忘得干干净净。 而我呢,一个出身小镇的贫穷少女,比起李明的泯然重人,我倒是穷得惊心动魄。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广告公司,不为什么,因为广告公司给的钱最多。 我爱工作,也很努力,身边也有些人不理解,如果把婚姻当筹码,不是能更轻松地实现阶层的月签吗? 不,我清楚一点,靠某个人翻身,生活只能有一种可能性,而靠我自己,则有无限种可能性。 所以,开始我并不想见李明,有这点时间,还是回公司加班写方案划得来,又可以报销餐费,还能在老板面前刷脸。 是我那已婚的同学历见,说李明是靠谱的公务员,又实惠,又安全,经济是用难,不知道多少人抢着药,你去看看也好。 到了相亲那天,李明居然选在真功夫快餐店见面,我反正穷,一点也不讲究,也不觉得被冒犯。 只是快餐店人生顶费,又不舍得开空调,李明就不耐热了,他戴着黑矿眼镜的圆脸红红的,脑门上不一会就闷出一层汗,样子颇为滑稽。 李明很沉默,机械地介绍他的工作,他的家庭,声音又很轻,完全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感觉他相亲无数次,早就不在乎见的是谁。 自我介绍完,他就没话了,直愣愣看着我,一口一口嚼奶茶里的珍珠,仿佛是等着我发飙走人。 啊,他这样子,反而是把我的胜负心给激起来了。 难不倒我的,我在广告公司做客户经理,我的专业是什么? 从客户口袋里挖预算呀。 我连钱都挖得出来,话题还挖不出来。 于是我拿出对付客户的敬业,360度哄他讲话,连路过阿姨裙子上的图案是地中海风格,还是意大利风格都发表了一番意见。 只要是人就有喜欢的东西,只要有喜欢的东西我就有欺辱点。 终于,在说起近期上映的一部日本动画片的时候,他的眼睛放出了光芒。 哦,原来是宅男啊。 接下来他就变得眉飞色舞,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一个人自说自话,还会自问自答。 我也不反感他的幼稚,就咬着吸管,自在神游,时不时恩哼几声。 其实我根本没在听,一心想着明天上班有哪些事要办,还狗腿地给老板发了几条工作信息。 吃完真功夫35块钱的套餐,李明心满意足,他看着我那种亮晶晶的眼神,我就知道,有戏了。 比起开心,不如说我有点骄傲,就像又拿下一单业务那样。 不久,李明就表白了,他觉得我很特别,他身边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对工作充满了热情。 反倒是我有些犹豫,李明对我来说,仅算是一个不太讨厌的人,和一个没长大的男孩,没什么区别。 这时,介绍人又催促我说,林林,你别看李明没事业,人也很普通。 可是他一切都是六十分,光这一点,就很多人抢着要了,机会你要把握住,你也老大不小了。 他的话合情合理,的确让我产生了恨家之心。 是啊,二十五年了,一晃同学都成家立业,而我还不知道初吻是什么味道,要说我不急,也有点假。 我在读书的时候拼命刷题,工作以后拼命加班,我很傻很天真的以为, 爱情这东西就跟长大一样,是水到渠成的事。 不,爱情也要讲占策略,而我犯了个致命错误,就是进了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是什么地方? 那里不是娘们,就是gay啊。 在这种男人的沙漠,出现一个尚可的直男,女同事和gay都会涌上去厮杀一番, 结果我入职三年,都没吃到过一粒喜糖。 我劝自己,要不就先试试看相处吧,恋爱也和写方案一样, 哪有一上来就能通过的呢,一切都要靠时间去磨合。 就在这样的考虑下,我答应了李明的表白。 不得不说,李明是个可爱的人,个性也敦厚淳朴。 他知道我爱工作,总是先去饭店把位置占好,我匆匆忙忙下班过去, 就看到他略胖的背影,一个人守着几个小菜,我坐下就能吃。 他是个好人,但更多地方,我们的价值观不够融洽。 我是打鸡血的客户经理,每天挖空心思卖方案,时间都不够用, 而他是安逸的公务员,上班一杯茶,四点半就能到家。 他特别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拼,人生最要紧的是开心啊。 对此,我只能无奈笑笑,没钱怎么开心。 为了早点摘掉贫穷的帽子,我每天一边擦眼泪,一边弯腰捡钱, 但这些苦,李明不可能懂。 李明一出生,就是在全国和全球的中心,他的起点即是我的终点。 而我得靠着自己的脚,一步步向这里朝圣。 如果日子一直这样下去,上班下班,恋爱约会, 可能我也会被李明的安逸感同化。 未来和他举办一场不好不坏的婚礼,住进一间不大不小的房子, 成为上海千万人中不高不低的一员。 但命运常常见不得我清闲,抽着我耳光说, 王玲玲,醒一醒,麻烦来了。 这时,老家的闺蜜小杰联系了我,说她要来上海。 小杰和我是高中同学,她个子娇小,长得很温柔。 读书的时候,常常有男孩子到教室里找她, 扔下一盒牛奶或者巧克力, 说是送给那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女孩子。 她的甜美在小城出了名, 甚至还有了些别的味道。 她高三的时候,和一个开印刷厂的台湾老板早恋, 闹得轰轰烈烈,满城皆知, 她本来读书就差, 有了台湾老板做靠山后, 干脆连高考都没参加。 小杰的妈也是个奇人, 到处宣传说女儿一毕业就要做阔太太, 差点还摆宴席,证明自己里于跳龙门。 转眼,我等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小杰等来了台湾老板的正房妻子。 台湾人乘机脚底抹油跑了, 留下小杰在家乡被人指指点点。 一个吃过大餐的人不可能再看得起脚踏实地的生活, 小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 他只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够好, 他就想再找个像台湾人那样的老板, 供他吃喝, 把他一生像金丝雀那样收藏。 小杰来上海, 是想去奢侈品专柜做店员, 方便认识有钱人。 他要做什么, 对我来说丝毫没有关系, 只要他能负担我一半的房租就好。 对,那时候我的室友刚好退租, 我还为找不到人合租的人焦头烂额。 没想到钱自己升脚走来了, 我有点感动地想哭。 等我开开心心接到小杰, 并且含蓄地问他要钱的时候, 小杰视若无睹, 自然地走入朝南的大房间, 不管房间里已经有我的东西, 把他的衣服一样样放到厨里, 还非常可爱地一歪头, 说,我没钱哦。 傻, 我眨眨眼, 哎呀, 我就是想来上海闯一闯, 也跟你做伴嘛, 你看我连工作都还没找呢, 现在怎么可能有钱嘛。 可是我一想到, 下周就要摸一万二的房租出来, 心痛不已。 小杰又娇撑了一下, 小玲玲, 你别装了, 你都工作三年了, 又不差钱。 而且, 你不是还有上海男朋友吗? 我愣了, 他这是什么逻辑? 第一, 我能挣, 我厉害, 但不代表我该出钱。 第二, 他是怎么知道李明的? 但转念一想, 李明的事, 肯定是我那个大嘴巴的妈把我卖了。 这几年, 我妈最愁我的终生大事, 想来我和李明这种上海男人的交往, 给了他很大的幻想。 脑子在运转的时候, 小杰已经把他的行李都收拾好了, 还把我的私人物品, 自说自话地放到了朝北的小房间里。 我略感惊讶, 压住他不太规矩的手, 小杰, 你要住大房间? 是啊, 可是你没看到我的东西在大房间吗? 这间屋子是我的。 天呀, 小林立, 就一个房间而已, 你怎么那么小气? 好好好, 我让给你行不行? 我就看着他一样一样的, 又把东西挪出来, 乒乒乓乓, 折腾出很大的动静。 小杰, 你知道我连学费都是问银行借的, 我才刚刚还清住学贷款, 手上很不宽裕。 他转动了一下信眼, 笑道, 这样吧, 我帮你想的办法, 如果你实在缺钱, 就问李明要咯。 他又提了一次李明, 我终于忍不住了, 为什么问他要钱? 啊, 为什么不要? 男人不就是给钱的吗? 天哪, 是他不肯给, 还是你不敢要? 你不敢要我帮你去要呀。 小杰就真的, 过来抢我的手机, 我把手机藏到身后, 很想说, 不是每个人都把男人当提款机用, 但最终, 我只是抿了抿嘴, 什么都没说。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 价值观也不一样, 我多年受到的教育告诉我, 不要妄自评价别人的生活。 只是小杰没钱就赶来上海, 这件事我觉得很幽默, 就同他不跟我商量, 自说自话, 挑了大房间, 一样的幽默, 那不就表示, 他一开始就想好了, 要蹭住。 见我一直沉默着, 气氛就有些尴尬, 小杰半赖着他那双迷人的卡兹兰大眼睛, 走过来轻轻摇晃我手臂。 小林林, 你生气了? 哎呀, 你都被上海男朋友带坏了, 变得好小气哦。 你看你什么都比我好, 什么都比我优秀, 那你就帮我先垫一垫嘛, 等我有工作了, 一定立刻马上就把钱还给你。 好不好吗? 一口一个吗? 酥的我都要骨质酥松了。 哎, 事实证明, 我一个钢铁侄女, 也是吃撒娇这一套的。 算了, 我任命的低下头, 谁让对方是我的闺蜜小杰呢? 小时候穷, 买不起学校规定的文具用品, 小杰因为不肯读书, 把他的计算器和水彩笔都借给我用。 做人呢, 要知恩图报。 于是, 租房合同也没签, 租金一分没收到, 押金更是别提了。 我把这个蹭吃蹭喝的漂亮米袋子 安置到家里供了起来。 到了脚下嫉妒房租的那天, 我看了一下银行存款, 那可怜兮兮的四位数, 让我内心有些松动。 鬼使神拆的, 小杰那句男人就应该给女人钱, 就跳入心里, 我紧张地, 给李明去了的电话, 暗示他有多少现金。 李明很老实, 我有十万, 现在就可取出来, 你需要吗?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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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自己想办法, 就这样拜, 挂掉电话, 我的心如雷鼓一样, 咚咚咚, 都要跳出来了。 话都到了嘴边, 我还是说不出口, 低头借钱这种事, 简直像是抽耳光一样。 那些可以轻松开口要钱的, 全是人才。 我算了笔账, 我如今月薪六千五百, 尚可勉强承担起小杰的房租, 于是我没有犹豫, 也不想求人, 直接借了现金贷。 小杰希望能快点找到工作, 尽快融入上海的生活。 那最好了, 我也希望他早点工作, 早点还上我的房租。 我就把身边的朋友 都介绍给他认识, 愿他能好好利用, 早日脱贫。 我的朋友们对小杰褒贬不一, 贬得最厉害的是我的老板小马哥。 那天小马哥自掏腰包, 请听吃小龙虾, 我想小马哥认识的人多, 说不定顺手就解决小杰。 小杰的就业了, 便带着他一起去。 谁知第二天, 小马哥一边把两个新客户扔给我, 一边欣赏着他修饰得干干净净的指甲, 貌似无意地问起, 你那个朋友小杰, 还单身吧? 我瞬间脑袋上竖起天线, 悠喝, 有想法。 小马哥捂着心口, 后退三步, 非常娘们兮兮地做干呕状, 拜托, 你朋友就岔在脑门上 恳求我两个字了, 你看不到吗? 哦, 你看不到, 因为你这头猪昨天光顾着自己吃了, 它不光快坐到我腿上, 还一直给我抱虾。 我的妈呀, 他那做了法师美甲, 白领白领的手啊, 甲钻可别掉下来让我吞进去, 我死了, 就没人给你发工资了。 在小马哥的吐槽声中, 我打着哈欠走出办公室的门, 可是他还没有爽够, 继续追出来, 你这个小结不简单, 我提醒你哦, 不要乱管他的事。 小林林, 你工作能力强, 可是看人眼光, 就跟看大便一样。 我抬起头, 少废话, 方案什么时候要。 下周二, 我比个OK的手势, 话题结束, 专心开始找资料。 要说小马哥这人, 我也是不太信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自己天底下第一帅, 无论雌雄都贪恋他的美貌。 你跟他说, 你好麻烦帮我按一下X楼, 他内心都尖叫着, 怀疑人家是想要勾搭他。 之后的日子里, 我被两个新客户压得透不过气, 很少和李明说话。 这时,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在写PPT的时候, 心潮澎败, 可是和李明约会的时候就总是想睡觉。 怎么回事啊, PPT让我爽。 趁着一次闲聊的时候, 说到兴起, 我向有数次不成功恋爱经验的小杰讨教。 小杰倒是很直接, 听我说完, 咔嚓咬断一口薯片, 给了两个字, 分手。 啊, 我不太明白, 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让你感觉不对, 那么永远都不会对的, 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早分早好, 无法反驳, 因为我屁也不懂。 但我又不是傻子, 基本思考能力还是有的, 难道你不觉得, 我和李明应该在磨合磨合吗? 就算换, 下一个也不见得比他好啊。 不不不, 小林立你太天真, 谈恋爱是个非常耗费时间的事, 而女人最宝贵的是什么? 时间呀, 一个不合格的对象, 就应该斩力绝, 换下一个, 如果下一个还不对, 那继续换下一个, 李明根本配不上你, 又小男人, 又孩子气。 这时候电视上正好播放姗姗来了, 唐主的名场面。 小杰掰过我的肩头, 指着电视说, 王林立你看仔细, 一个好男人就应该是那样的, 直接给你一个鱼塘, 让你承包。 你那么优秀, 何止可以承包鱼塘, 你应该去承包一片海。 你家李明, 顶多只能给你买个鱼缸。 先不说逻辑是否严密, 小杰这样夸我, 我还真的有点被彩虹屁晕倒。 而且他这样不待见李明, 我倒是放心了。 他这种直男杀手, 要说我完全不介意, 也好像不太对, 当他再三表示看不起李明后, 我才敢介绍他们认识。 正式认识的那天, 我们三人去海鲜酒楼吃饭, 一个人均500的地方, 我简直要被气笑。 进门的时候, 我对李明几眉弄眼, 悄悄问他, 你怎么想的, 一开始对我那么抠门, 这会倒妆大方。 李明红了脸, 因为是你的闺蜜嘛, 我作为你的男朋友, 不想让你没面子。 啊, 李明是个标准的上海人, 在一些地方特别细心, 我心里还是挺暖的。 小杰翻看菜单, 大呼小叫, 呀小玲玲, 这里的菜也太贵了, 你不是想吃大闸蟹吗? 诺, 请客的老板在这里, 要蟹就谢李明。 小杰笑盈盈地抬起头来, 标志性的酒窝, 就甜甜地浮在脸上, 小玲玲也真是的, 她好浪费。 其实呢, 我平时很少去饭店吃饭, 我觉得与其花那些钱, 还不如自己做呢。 李明一边用茶水烫筷子, 一边像遇到知音那样, 忙不迭点头, 对对对, 我也喜欢自己做饭, 原本我想提议在家里吃蒜了, 可我就怕玲玲骂我抠门。 小杰的酒窝纹丝不动, 附和道, 玲玲乱说, 这哪里是抠门呀, 过日子不都是这样的吗? 这两个人说说笑笑, 有来有往。 我马上觉得幽默了, 小杰还做饭呢? 李明你要不要看谈家里垃圾桶, 三天前的外卖盒子还没扔掉。 我就以观察者的身份, 把小杰的一言一行尽收眼底, 他那种贤妻良母的样子, 浑身像蒲公英一样, 往外散着软胃包子, 就让我突然冒出了一个 有些意外的预感。 这天晚上, 小杰的心情颇为舒畅, 他在回家路上, 一边跳蹦, 一边还哼着小曲。 我跟在他后头, 犹豫了好一会, 但抱着朋友之间, 不应该有隔阂的想法, 坦白问小杰, 他觉得李明怎么样? 小杰相当敏感, 品出我话里的意思, 不安地看了我一眼, 天啊, 玲玲, 你都想哪里去了? 他这样一叫唤, 立刻显得我小肚鸡肠起来。 你没看出来, 我是在梅花找话说吗? 你的男朋友是个闷葫芦, 我一直在热场, 不想让他尴尬呀。 是这样的魔? 而且, 你家李明那么小市民, 我还真看不上呢。 我呀, 要找就找唐主那样的, 舍得给我一整个鱼塘的。 你看看李明, 他吃虾的时候, 连虾头里的汤都要戳。 我还是那句话, 快点和他分了吧, 即是止损, 你值得更好的。 那天之后, 小杰看上去, 就像是完全忘记了李明这个人, 我也反省自己是不是太多疑了, 为了避免太过刻意地生疏, 偶尔还是会在他面前, 说说李明的事。 譬如说李明工作了五年, 连一次升职都没有。 还有李明虽然是本地人, 可是错过了每一次房价暴涨的机会, 到现在还一家三口窝聚在二十亿厅里。 小杰不知道家的谁位好友, 信息越来越多, 他每次都是笑着噼里啪啦打字, 然后抬头摆我一眼, 我叫你分, 你又不分, 所以你到底想怎么样? 到底想怎么样, 我也不确定。 大概就是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的遗憾吧。 劝我分手这种话听多了, 多少会有些心理暗示, 我觉得李明身上的缺点比以往更放大, 而他也批评我, 在工作上投入太多。 当中有几次, 他约我去漫展和看电影, 不瞧, 我正好在做项目。 那之后, 他也不约我了, 从他朋友圈里看, 他找到了别人陪他。 我们从一周见一次面利频率, 迅速掉至一个月见一次面。 小杰说, 挺好呀, 说不定就自然分掉了, 你就应该发展事业, 李明算什么? 他配不上你。 他说的对, 我的职业正值上升期, 加班做出来的两个方案, 都被客户认可, 其中一个还凭上了 4A公司年度最佳方案奖。 我给公司挣很大的面子, 小马哥私底下 塞了一个厚红包给我, 捏了捏, 至少一万。 小马哥还带着我 去外滩8号的酒廊 见新客户, 通常这种资源 只有公司总监级别 才能接触到。 小马哥私底下跟我说, 拿下一个新单, 就给我奖励5000。 我争一点点像成功靠近, 路也越走越宽广, 一切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我给李明打电话分享喜悦, 可是李明却一点也不高兴。 他甚至有些嘲讽, 你老板私底下给你钱。 哼,关系不一般啊, 他是个富二代, 不会对你有想法吧。 还有, 女孩子做什么广告, 就算能升职又怎么样? 一旦结婚生子, 就要辞职回家带孩子。 现在你做再多, 到时候还是等于零。 你别看不起我工作安逸, 这是吻, 我的单位是铁饭碗, 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 我皱了下眉头, 这些话也太耳熟了, 不就是我说给小杰听的吗? 怎么李明会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 我的一腔热忱, 被他兜头的冷水浇灭。 挂了电话, 我相信李明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既然没办法相互欣赏, 那就都闭嘴吧, 我们并没有什么错, 不过是选择的路不一样。 他是一个安逸的本地人, 而我是一个激进的外地人。 那天披星戴月, 也是头昏脑胀地回到家, 就见小杰穿着拖鞋睡衣, 劈头散发地坐在电视机前, 磕瓜子, 看微信, 咯咯笑。 他看到我, 立刻拍到身上的瓜子皮, 兴奋地问, 怎么了? 脸色那么难看? 你和李明又吵架了? 我习惯性的, 刚刚想要说什么, 又转念想到 李明说的那几句很蹊跷的话, 恰好都是我吐槽 给小杰听过。 我有些疑虑, 就长了个心眼, 拿起冷水壶想倒水喝, 可水壶是空的。 咦? 没水了呀? 小杰把心思转回手机上, 无动于衷, 没谁你烧一下不就好了? 我好想说, 你喝完了, 为什么不顺手重新烧一壶呢? 我现在烧, 根本就烫得喝不下去呀。 但渴得不行, 我任命地拿起钥匙, 重新下楼去超市买水, 一直到我扛着六升的水 走上楼梯, 还能听到小杰那一阵阵 无忧无虑的笑声。 我麻木地开门, 走来走去, 他全程捧着手机, 飞速打字。 过一会, 他自然地把那桶水 抱到他的房间去。 我是哭笑不得, 脑子有两个字 渐渐浮现出来, 巨婴。 是的, 我和小杰的室友生活, 因为种种生活琐事的累积, 逐渐变成一种折磨。 新鲜感退下, 矛盾涌了上来。 小杰刚来上海的时候, 也会出去面试, 但不管是谁 给他介绍的工作, 最后都湿沉大海。 我也不知道 他面试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就看着他变得颓丧, 从偶尔去一下招聘会, 变成每天窝在床上 玩手机看电视。 有天我也不知道 脑子抽什么疯, 就是想跟他 讨论一下工作的事。 小杰, 不管你在面试上 碰到什么问题, 告诉我, 我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啊。 他从手机前抬起头, 我没有问题, 我的问题 只是没人肯给我机会。 我待了几秒钟, 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那你把简历给我, 我再帮你去问问看。 他红着脸, 刷得站起来, 我不是你呀, 大学生, 好工作都等着你挑。 像我这样高中毕业 又不会英文的, 在上海只能做饭店服务员, 什么叫上海机会多, 根本就是歧视。 现在连你也要来教育, 我做这个做那个。 砰的一下, 他关门关的惊天动地,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 他开始正大光明的, 睡到十点才起床, 也不做家务, 也不烧饭, 扒着电视看偶像剧, 只要我不回来, 他就靠外卖活着。 我尽量开导自己, 不要矫情, 不要太关注细节, 我又不是他妈, 只要不惹我, 一切与我无关。 有一天, 我突然想吃哈根达斯, 就狠狠心买了个最大的冰淇淋桶奖励自己, 准备周末的时候, 一边追剧一边吃。 我把冰淇淋放到冰箱里的时候, 客气了几句, 说可以一起吃呀。 谁想到, 等我在开冰箱门的时候, 哈根达斯已经被挖空了, 一口都没留给我, 一口都没有。 他还特意把那个空纸杯子放在冰箱里, 专门给我扔。 我看着那个空荡荡的纸盒子, 真的无语了。 之后我也不做傻子, 再不买零食回家, 反正我三天两头在公司加班, 家里的东西又吃不到。 小杰见我啥也不买, 干脆把饼干水果, 全部从冰箱移到他的房间里。 夏天啊, 也不怕生虫。 时间到了八月中旬, 眼看九月底又要交下个季度的房租, 我忍不住婉转地提醒他, 不管是什么工作, 先做起来咯, 等技能成熟, 总会有更好的机会。 那时小杰趴在床上, 也是不知道跟谁聊天, 轮烟头也不抬地说, 知道了, 不是还有一个月吗? 你急什么? 他背过身去的时候, 还翻了我一个白眼, 我第一次有了把他扔出去的冲动。 他一个成年人, 来上海两个多月了, 房租一分不交, 水电煤气也欠着, 他只要管好他的嘴就行了, 而我连催个房租都不行。 说一句适合全世界巨婴的话, 你当人人都是你妈呀。 我深呼吸, 怕一冲动就会变成暴力事件。 转眼九月, 小杰还是一条米虫, 每日无法和床分离, 偶尔自说自话穿我的衣服和鞋子, 把自己收拾的漂漂亮亮出门完。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按照我一贯的做法, 这一次我还是选择有话直说。 小杰, 上个季度的房租, 是我借网贷才周转来的钱, 希望你能抓紧把钱还我。 还有下个季度的也快付了, 你要是真有困难, 可能不适合留在上海, 那你走吧, 我重新找合租的人。 小杰爬了爬他一头雾一样浓密的长发, 很烦躁地说, 你就那么缺钱吗? 我的拳头又攥了起来, 我告诉自己, 这是最后一次。 他在敢冒犯我, 我就把他踢出去。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可以等到下周, 下周你给我答复。 小杰见我态度坚决, 也不敢再说什么难听的话, 他不着痕迹地翻了个白眼, 说知道了。 在他走进卧室前, 一句酸溜溜的话飘入我耳朵, 至于吗? 就算李明没借给你钱, 你一个有工作有奖金的人, 逼我逼得那么紧。 这句说得相当轻, 但我还是听到了。 当时我的脑子发热, 头皮轰然一炸, 就算李明没借给你。 我紧紧地盯着, 他那上官的严严实实的房门, 眼睛赖成一条线。 请问, 他是怎么知道, 我曾经跟李明尝试开口借钱, 这么私密的事呢? 难道说, 小杰表面上讲看不起李明, 私底下却和他有联系? 后面的事, 就像是火车脱轨, 又像是理所当然。 九月底要交房租钱, 许久不联系的李明, 突然眉头眉脑地跟我说了一句, 你对小杰好一点。 我捏着手机, 都快笑了, 这股傻乎乎的直男劲啊。 他不知道, 女人都是福尔摩斯吗? 就凭他这句话, 就坐实了出轨渣男的宝座。 这一天, 小杰很晚才从外面回来, 给了我六千块。 他带着一些得意, 从包里抽出厚厚一叠红票子, 放到茶几上。 我一点不惊讶, 就是想再证实一下, 你哪来的钱? 小杰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 你靠工作赚钱, 我靠男人给钱, 反正我们都能在上海活着, 谁也不比谁厉害啊。 他抖了抖尖, 就像只打赢架的野鸡在抖毛。 哦, 我就没再说话。 我闻到小杰身上有些过于浓烈的香水味道, 收下钱, 也压下心中千头万绪。 如果有些事会来, 那么他一定会来。 转身, 我有些颤抖着手, 点开了许久不看的李明的QQ空间, 微博, 朋友圈。 在真相被揭露的时候, 即便再怎么做心理准备, 也很难直面自己被背叛的事实。 李明是个不太发动态的人, 各个社交账号都很干净, 正当我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的时候, 女人的第六感, 让我打开了网易云音乐。 呵, 果真如我所料, 李明是个重金属音乐爱好者, 创建了几个冷能歌单。 当我点进去看他的动态, 发现每一条下面都有一个账号的评论和点赞, 那枚喷勃发骚, 明媚忧伤的头像, 不是小杰还能是谁呢? 至此,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问我难过吗? 不, 我不难过。 我对李明只是可惜, 没有伤感。 大家不过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选择工作, 李明选择温柔, 小杰选择安逸。 并且, 我也要感谢小杰, 他帮我测试出了一个男人的忠诚度, 对一个内心不安分的人, 分手永远是越早越好。 我想李明差不多该踹我了吧。 可他就是不说, 也真是醉了。 什么意思啊? 连提分手都不敢是吗? 我就冷眼看着, 小杰的生活条件明显变好, 外卖从十块钱一碗的馄饨, 升级成了牛肉饭, 而且他每次吃饭都关着门, 抛墙似的。 我就觉得, 神他妈幽默。 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李明眼界太低, 说人家是一个鱼缸, 那你自己又是什么呢? 鱼缸里的水质吗? 要是小杰就这样安分手挤, 好好做米虫, 躺着做小三, 大概率后面, 我也不会对他出手。 只是有些人永远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他是靠住我的房子, 挖我的男人, 才在上海勉强站稳脚跟, 可是他居然还想挖我更多的东西, 那就别怪我狠了。 那天, 家里的热水器坏了, 我联系房东叔叔, 上门维修。 这时我正在公司的会议室里, 和小马哥讨论一个新笔稿, 蒸蒸吵吵之中, 房东叔叔突然发了一场段消息, 给我。 我皱着眉头划开手机, 那一段内容, 越看越有意思。 叔叔大意是说, 小杰跟他搭话, 问我多少钱租的房子, 签了几年合同, 跟着后面的内容让我心也在颤抖, 完全是无中生有。 小杰说, 我最近一直在外面找房子, 看样子是不打算续租了。 不仅如此, 我还带着一波又一波的陌生人回来, 想把房东叔叔的房子 家价500转租掉。 最后, 小杰对房东叔叔提出他的要求, 希望今后可以跳开我, 直接由他来签合同。 房东叔叔把我好一通埋冤, 当年是看我一个小姑娘 在上海无依无靠, 又是诚恳踏实的样子, 才把房子签了五年协议借给我, 一次租金也没涨过。 没想到还在租期内呢, 我就想要走, 也不跟他说一下, 实在是令他伤心。 我捧着手机, 内心非常难过, 比发现李明和他搞在一起, 要难过一万倍。 没想到我诚恳待他, 连男人都让出去了, 他还在背后不一余力捅我刀子。 为什么呀? 至于那么恨我吗? 可是, 我还来不及伤春悲秋一把, 又出事了。 小马哥突然愤怒地拍桌子, 力气之大, 连投影仪遥控器都跳了起来。 王林林, 你到底在干什么? 什么我在干什么?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小马哥, 心里也一包火, 就差直接跟他对骂, 老娘心情不好, 你别无缘无故喷我。 桌子底下, 我的小助理弱弱地, 拉拉我的裤脚管, 林林姐, 你别说了, 你看你交上来的PPT, 是空白的。 什么? 我震惊地, 转头看头影仪, 那里本应该是我熬夜, 做了三天的, 各种辛苦搜集来的资料和数据, 可是现在它就是白板, 凸瓢一块, 什么内容都没有。 我听到小马哥, 一声比一声高地骂, 所有人都缩着脖子, 大气不敢出。 是,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我错误顾及了人性, 引狼入室, 在狼还幼小的时候, 当它是宠物, 现在狼都想把我吃掉了。 昨天晚上, 小杰借过我的电脑, 他说找东西, 把电脑拿进屋子里, 研究了老半天, 我也没有存疑, 直接拿着它来上班。 幸好, 小马哥, 提前跟我过一下方案, 如果不是他, 这个兔瓢的PPT就被我直接拿去客户那边提案了, 到时候, 我的下场是怎么样呢? 光想一下, 就一阵一阵地发冷汗。 我看着白墙, 反复问自己, 如果出了大错, 我被赶出公司, 该怎么办? 我也变成小杰这样, 该怎么办? 我可没有李明来养我。 是小马哥把我从胡思乱想里拉出来, 他的语气是阴阳怪气的, 却又有种无形的安慰。 好了, 世人总是会出错, 你又不是机器。 我去给客户打个电话, 把提案日期再往后压一压。 我警告你哦, 今天你做到天亮, 也要把方案补出来? 我像看着就是主那样, 看着小马哥。 谁知他往墙的方向迅速逃开。 好。 停。 不要哭。 你敢哭, 就在罚你, 再做三个客户。 加班加到你绝经。 从此以后, 我养成一个习惯, 任何重要文件, 先上传一份到云端。 感谢小杰, 让我明白, 一个老实的好人, 更要会用手段保护自己。 事到如今, 我也不慌了, 大家各凭本事做人渣。 他有他的心机, 我有我的专业。 而像我这种广告人, 天天在做什么火? 分析目标, 寻找策略呀。 对付客户, 是要找到客户最要的点, 把钱打在刀刃上, 人家才会为我的方案买单。 那对付人渣就要反过来, 什么是他最在乎的东西, 我就让他失去什么东西, 这种痛才记得住。 这天晚上, 我捧着一盒公司 发的Lady M的蛋糕回家, 绝口不提房东叔叔 和PPT这一茶事。 小杰看到蛋糕, 很是惊讶, 这不是南京西路 要排队四个小时 才能吃上的蛋糕吗? 你疯了! 不要上班了! 我平静地开始撒谎, 有人快递来的。 他已经毫不客气地 打开蛋糕盒, 挖掉最当中的一块, 啊,还能快地。 我看着他不说话, 过一会顺着胸口, 长叹出气。 他突然就领悟到了什么, 快速咽下嘴里的食物, 问我怎么了。 小杰, 我好难过, 我觉得对不起李明。 当听到李明的名字时, 小杰脸上的肌肉 很命一抽, 可他还是强装镇定, 一副诚恳的样子。 是这样的, 之前我不是特别想谈恋爱吗? 就注册了好几个婚恋网站, 当时也见过几个人。 后来我有了李明, 就把这一茬事给忘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网站的红娘疯了一样找我, 说某个律师行合伙人, 年收入一百万的未婚男士, 看了我的资料, 觉得我非常合适, 一定要见我。 小杰的嘴唇也抖了, 律师? 律师, 年收入一百万? 对, 他上海纽约两头飞, 上海是公司界的房子, 在静安寺那边, 纽约上东区, 才是他家祖宅。 小杰眨了眨他的大眼睛, 他对纽约所有的概念, 都来源于偶像剧, 他没有能力分辨真实性, 所以你们见过了。 我点点头, 李明像是变了一个人, 而最近我工作上又遇到了困难, 实在是没有人可以倾诉, 所以才答应和律师见面。 我拉着他的手, 语气真诚, 我知道你一定在心里, 说我是坏女人, 可是小杰, 如果李明没有对我那么冷漠, 我不可能动摇。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一脸羞愧, 把脸埋在手心里, 律师太懂我了, 知道我爱吃甜食, 就发动手下的实习生, 去雷电排队, 再亲自送到公司来, 请我们整个team吃。 小杰这是掖住了, 目光您在蛋糕上, 原来蛋糕是这样来的。 我点点头, 我现在才知道, 你说得对呀, 李明太小气了, 我和律师才是一类人。 他呼吸一致, 极力劝我, 你不要被骗了, 你恋爱经验少, 要不我帮你把把关? 你带我去见见律师呀? 他回纽约了。 啊, 抛弃你了? 不是, 他回家说服他爸妈去了, 走之前还印给我下季度的房租, 他说我太辛苦, 自己的工资就留着零花吧。 我拿出支付宝, 给他看转账。 嗯, 一万二是小马哥问公司预知的team building费用, 刚好从我账户里滚一遍而已。 小杰很明显地吞了口唾沫。 怎么办啊, 我好恨那个红娘啊, 她为什么要给我介绍律师, 我已经有李明了呀。 我不想做背信弃义的人, 为什么红娘要来诱惑我? 小杰还是不甘心, 反复劝我引荐他认识。 我跟你说, 有钱男人很花心的, 说不定同事约着好多个, 你赶紧让我见见。 哎, 对了, 红娘也介绍我一下呀, 都是好姐妹, 我来替你为幸福把关。 我乐了, 明知故问, 对哦, 你还是单身哦。 她拍着胸脯, 那当然了。 所以, 你把红娘介绍给我, 也算帮我一把吗? 我们一起演, 如一只狐狸, 然后含笑抿了一口蛋糕, 看小杰脸上的酸液, 是消化不掉了。 我其实一直在反思, 为什么我自认对小杰不薄, 她却要各种抢我的东西, 甚至连工作都要给我使绊子。 因为有难可以同当, 有福不能同享。 原本是一样的小镇少女, 我还要靠她的水彩笔上绘画课。 可是如今我在上海, 摇身一变成了公司白领, 有朋友有事业, 小杰却依然原地踏步, 在等人拯救她。 眼红是人的通病, 尤其是女人, 明明是自己懒而不努力, 却对努力的人产生极度和不满。 我因为太理解小杰, 所以反击的每一刀都精准无比。 比起不要脸的程度, 她得叫我一声老师。 自从小杰知道, 我手上捏着黄金单身和大本营, 对我是相当讨好。 主动洗碗, 主动扫地, 主动请我喝奶茶, 我从来没见她那么勤快过。 甚至各种怂恿我, 让我放弃律师和李明在一起。 那种调调和之前让我放弃李明, 是一样一样的。 咦? 你不是说李明是鱼缸, 而我属于大海吗? 但是你们有感情, 也是你说的, 女人最重要的是时间, 我应该及时止损。 小杰智商不高, 被我这几句话缠得要炸, 她心机完全不够掩饰脸上的假象。 我把她的窘迫尽收眼底, 好好地享受了一阵优越感, 觉得火候也差不多了, 终于甩给她一个微信号。 那的确是某红娘的联系方式, 只是人家收费八千八百八十八块钱, 六个月哦。 高端嘛, 那价格肯定也是高端的。 一看要收钱, 小杰就退缩了, 废话呀, 她吃喝都是李明养着的, 哪里有钱。 这时候需要的就是, 再刺激她一把。 我对小杰说, 律师请我去她朋友的私人小岛上游玩, 那时, 小杰的脸色转换至精彩, 仿佛是打翻了颜料盒, 这画面我可以一生好好回味和品尝。 其实那一个礼拜, 我住进了公司, 每天给小马哥当24小时劳工努力。 在指给小杰和李明看的分组朋友圈里, 我也毫不留情, 把小马哥给利用了回来。 我放的都是小马哥的私人飞机啦, 小马哥去海岛潜水的照片啦, 还时不时精修PS一下照片, 让海岛别墅背景里, 露出小马哥人母狗样的半果状说背影。 要知道, 无形装逼最致命, 然后文案必须要酸到掉牙, 比如什么蓝天白云, 可是我依然好想你。 没有你的岛, 大海也是一片荒漠, 等等此类狗屁不通, 但是显得我满身情伤, 走不出来的文字。 小杰看了眼热, 李明看了揪心, 说真的, 我看着这些自己精心准备的内容, 都很想夸自己一句。 你这个有心机的小表杂, 一周时间到了, 我从淘宝快递的外国芒果干也到了, 好辛苦哦, 要等到这些东西我才可以回家。 我又看了一眼小马哥的办公室, 指着她的Ramore拉杆香说, 借我用一个礼带。 我把一堆淘宝专供图特产送给小杰, 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几百块的小零食, 迫不及待地问这一周怎么样, 律师是不是真才实料。 我一脸羞懒, 垂下睫毛, 她是个很好, 很有爱心的人, 我们每天出海钓鱼, 一日三餐都是自然的馈赠。 你不知道在大海中央看日落, 是有多壮观? 而且,小杰你不懂吧, 原来刚刚钓上来的三文鱼, 肉是奶油味的哦。 我捧着心口, 专挑能刺激她的瞎说, 真的, 我要是早点遇到律师就好了, 就没有理明什么事了。 接着, 我一脸才想起来似的, 拉出行李箱, 给她两包椰子糖。 我就看着小杰的眼睛, 直直地瞪着行李箱上的logo, 眼红到脸变形, 跟着她故意一开视线, 干巴巴的赞芒果干不错。 那天晚上, 网络红娘给我发了个200的红包。 哦, 看来小杰付了8888的服务费, 她上钩了。 也因为小杰是我介绍来的韭菜, 按照行规, 我可以抽人头费。 嘿嘿, 装逼还有提成, 真她喵太幸福了。 值200可惜是电子转账, 不然我要表起来, 提醒自己曾经多么帅气。 顺便说一句, 红娘都是骗人的, 什么只要付8888, 全世界金归序任你挑。 其实约会的男人, 全部都是红娘公司包装好的骗子。 中东土豪英国绅士, 日本黑道, 香港小开, 美国大亨, 你想要的类型, 红娘机构全都有。 人家的专业, 就是和怀揣豪门春梦的姑娘们相亲, 收的费用, 也就是智商税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 小杰的8888是哪里来的呢? 你猜呢, 肯定是李明那个冤大头了。 好啦, 差不多该收网了。 相信李明在看到我朋友圈的照片后, 一定很有跟我倾诉的欲望。 男人吗? 这种耗面子的动物, 最受不了的, 就是被前女友的新男友比下去。 那简直就是当面甩他耳光说, 咦, 你不光眼睛瞎了, 那里也比别人短哦。 李明终于按耐不住, 找我聊天。 对, 也该贪贪来说清楚了。 我们约在复明路的西班牙餐厅, 我请他吃。 李明我知道你变心了, 我没有拆穿你, 是想给彼此留点面子。 我不恨你, 因为你没有害过我, 我们没有走到一起, 是因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那就好聚好散吧。 我举起酒杯, 轻轻敲击一下他的。 李明点头如捣蒜。 相信我这样的职业白领, 与其撕破脸皮, 老死不相往来, 还是和平分手, 做个不嫌不淡的朋友, 合适得多。 多个朋友多条路, 说不定以后, 我还能帮上他这个小公务员的忙。 我举杯祝他, 那祝你以后幸福, 也祝我越来越好。 李明看着我神采飞扬的样子, 语气很是唏嘘。 林林, 我从前就觉得你和别的女孩不同, 你一定能幸福的。 对啊, 李明, 我不是你, 你一出生, 有钱有房子, 上海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我一定要付出比你多得多的努力, 才能过上你这样普通的平凡日子。 其实你根本不用这样拼命, 会有很多人愿意提供给你钱, 哎, 和房子。 我摇摇头, 不, 别人给我的, 那别人一样也可以拿走, 要自己挣来的, 花得才安心。 我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 除了自己之外, 没什么东西是长久的。 李明再次感慨, 你真的和别人不一样, 只可惜我们没有缘分。 我知道他说的别人是谁, 我装出天真无邪, 一副还没发现他出轨对象是小杰的样子。 哎, 对了, 最近小杰有没有问你借过钱? 李明一正, 反问我怎么了? 是这样, 小杰前阵子问我借8888, 他说是要买一个什么高端红娘的会员资格。 哎, 你也知道, 小杰这个人呢, 生性浪漫, 加上在上海又一直单身。 他被人一忽悠就信了, 什么8888的红娘呀, 肯定都是些相亲骗子。 要是小杰问你借钱, 你可千万别借给他哦, 不借给他是保护他, 借给他, 才恐怕失心又失身呢, 我瞥一眼他, 仰头灌下一口酒。 看到坐在对面的李明, 脸色是五彩斑斓的。 一, 会变脸这一项, 他和小杰还真的很配呢, 处理好李明的事, 我就搬家了。 一段友谊变成你死我活的状态, 我心里其实也很难过。 之后的日子乏善可陈, 不过是在加班、提案、 掌心之中螺旋上升。 一日我在网上找资料, 突然微博推送了我一段 男方桌奸女方的视频。 当时也是八卦, 结果越看越觉得眼熟, 等我揉掉眼屎, 定睛一瞧, 把我熬夜的黑眼圈都吓没了, 居然主角是小杰和李明。 原来小杰舍不得 8888的服务费, 相亲次数越来越野, 等他又一次去见男人的时候, 被李明当场捉住。 李明气得要打人, 隶数自己花了多少钱, 好吃好喝养着小杰, 谁知道他吃里扒外, 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小杰在视频里下跪, 求李明原谅他, 他再也不敢了。 结果被围观群众拍成小视频, 传到了网上, 让小杰在家乡又出了一次名。 多年后, 我和小杰又遇到过一次。 姥姥生病, 我开车从上海的医院送他回老家。 我去买水果的时候, 车就正好停在等孩子放幼儿园的小杰身边。 他看看我, 我看看他。 几秒钟里面, 我们都不敢认对方。 他摸了摸我的车子, 语气里的羡慕是无法忽略的, 很贵吧。 我笑笑, 也还好, 贷款买的, 每天压力很大呀。 我没有问小杰的情况, 乡下这种小地方, 亦有点什么全都知道, 何必明知顾问, 戳人痛楚。 但我想了想, 最后还是按下车窗, 对他说, 我的联系方式没有变过, 现在我在上海有一间小公司, 要是你想做事, 就过来, 我能安排。 他的眼神里流露着怀疑, 为什么? 当年你那样对我, 你甚至又想耍我。 不是的小杰, 我朋友不多, 你能算一个, 虽然我们有过矛盾, 但我始终记得, 小时候你借给我水彩笔。 那一年你来上海, 我没有能力帮你落实工作, 但现在我可以了, 如果你还愿意来, 你就来, 选择全在你。 说完我就走了, 路上接了一个小马哥的电话, 现在他是我的投资人, 他的声音比从前更洋更尖锐, 这个富二代终于勇敢出柜了。 广告公司嘛, 不是隐gay, 就是显gay, 各位姐妹, 要是能在广告公司嫁出去, 算我输。 我开车行驶在通往上海的高速路上, 窗外景色速速后退, 我用近十年时间, 从小城扎根到了上海, 现在的我还是个老姑娘, 但是我不迷茫, 不犹豫, 也不恨嫁, 喜欢的东西我买得起, 不喜欢的人我也可以扭头就走。 在接近三十岁的这年, 我品尝到了 努力带来的最大自由。 所以, 我可以大方原谅 那些曾经对不起我的人。 怜悯和原谅仇人, 这大概就是人生中 最激爽的时刻了。